大家好 今天講一下澳洲的水費、電費、煤氣費 究竟是多少錢 當然不論移民來澳洲 還是來澳洲留學 還是做什麼都好 都沒聽說過因為 水費、電費、煤氣費太貴 而不來 但是 都有人想知道這些費用是多少錢的 所以跟大家簡單介紹一下 今天所講是以 維多尼亞州來說的 也就是墨爾本所在的州 澳洲有6個州和2個領地 澳洲各地 水費、電費、煤氣費 其實是有差別的 但是不會相差太遠 先講水費 水費本身不算很貴 大約是每立方米 2.9元澳幣 但是每家每戶 是要交供水系統網絡的費用 以及 污水排放系統的 維護費用 意思就是 就算你 完全一滴水都不用 你都要支付一筆 很基本的費用 這一筆費用 每個季度 大約是150元澳幣 另外還有一筆費用 叫做公園費 墨爾本有40%的面積 是公園 而澳洲各大城市 都有公園 公園要用水 這些水費都是統一通過你的水費單 向公眾去徵收 每年收費一次 這筆公園費 大約是70 到130澳幣澳幣 其實 便宜一點 或者貴一點 都有可能 這個收費是向所有的業主去收的 家家戶戶 費用不同 跟你的物業 值多少錢 是有關係 普通房屋的公園費 便宜一點 豪宅的公園費 便宜一點 你擁有的物業越多 水費就越多 住宅 寫字樓 廠房 店舖 甚至停車位 都是有水費的 順便說一下 如果是租房 水費 會便宜一點 因為基本的服務費用 是規定由房東 去付 租客 只是去付 實際用水的水費 以及實際用水的 排污費 現在說電費 在澳洲 電力的零售市場 是完全開放競爭的 是有幾十間 不同的電力公司 因此 即使是 同一道 公寓的 巨宅樓 每戶人家的電費 是不一樣的 但如果是獨立屋 你 跟你隔離屋 隔離左右的屋 電費的價錢 可能都是不同的 是要看你們各自 選擇了哪間電力公司 最便宜 以及最貴 是可以相差 1.30元 電費也有一個基本的供電網絡 服務費用 以比較便宜的來說 每日 是1.15元 澳幣 貴的話 每日 是過三文錢的 澳幣 即使你是烏登黑火 完全不用電 你都要付基本服務費用 至於真正的電費 每套電 是澳幣2.5元 到2.9元之間 看看你選了什麼電力公司 電費 一般是每三個月收一次 亦都有每個月收一次 用電的顧客可以自己去選 以一個四人家庭為例 如果是比較省的情況下 每個月的電費 大約是 80-100元澳幣 如果各種電器非常多 就肯定會高 這個費用 順便說一下澳洲因為地方大 很多家庭是安裝了太陽能發電系統 可以告訴你 如果你住的是獨立屋 安裝了太陽能板 確實是可以大大減少了電費 如果你太陽能發電系統的功率足夠大 你甚至不需要交電費 電力公司反過來 是否有錢給你 在拍這段影片的時候 維多尼亞洲 太陽能發電的回購價 也就是電力公司付錢 向你買回多餘電力的付費 是每道電 一毫一千三 澳幣 所以電力公司買入電力 每道電 就一毫一千三 然後它是兩毫半 至兩毫九 賣出去 講煤氣費 現在澳洲新建造的高層住宅樓 安全問題 一般都沒有煤氣 但普通的獨立屋 一般都是有煤氣的 煤氣費 亦都是 基本服務費 加實際使用煤氣的收費 基本服務費 每日 7毫三千澳幣 煤氣是每兩個月一張單 如果四人家庭來講 用得比較省的話 每兩個月 是70到90元澳幣之間 但如果是冬天 你用煤氣去取暖 就很難 準確告訴你多少錢 要看你怎麼用 維多利亞州的冬天 是比較寒冷 煤氣取暖的花費 會比較多 如果是雪梨 所在的 新南威爾士州 因為它溫暖很多 煤氣費 就會便宜很多 如果是 澳洲各地 煤氣的實際花費 其實是差很遠的 順便說一下澳洲的汽油費 汽油費和國際油價有關 跟隨國際油價的波動 而波動 如果是國際油價穩定的時候 澳洲的汽油零售價 是每一天都不同 同一個加油站的價錢 每個星期 是波浪型 上下波動 每個星期7天 油價 最高 最低 相差8.10元左右 還有 你駕著一部車一路駕過去 看見每個加油站的價錢 是不同的 在拍攝這條影片的時候 車一路在這裏開過去 91號 毛原汽油的零售價 最低 是$9.7元 而最高 是$1.3元 什麼是自由經濟 什麼是自由競爭 澳洲的汽油價格 是一個很好的 真實的例子 今天的內容到這裏 多謝大家收看 有問題 歡迎問 多謝大家收看 多謝大家收看 感谢观看